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7日 星期日 早上第一節 一起跟進華為的最新情況 話說之前不少人都憧憬 當拜登上台之後 到底會不會一下子就將華為解禁 似乎現在這個美夢就是要落空 不單止是這樣 在法國和德國分別都有一些措施推出 就是要來抵制華為 話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去看看法國方面的情況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所說 法國憲法委員會認同 當地手機網絡必須受到保護 免受到5G通訊所提供的新功能 而引起的間諜 知識產權和破壞的風險 以達至維護國防和國家安全的目的 又是百搭的因素 就是國家安全 在批准反華為法以後 對於當地手機營辦商有什麼重大影響 事實上當地最大的兩家手機營辦商 就是SFR和布依格通訊 根據統計這兩家手機營辦商 有一半的手機網絡設備 都是採用華為出產的設備 這兩家手機營辦商 在較早前已經是鬼殺這麼吵 要求憲法委員會 不要禁止華為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慘 因為法國政府在去年9月的時候 已經表明了 和其他歐洲國家不同 法國是不會就住憲法委員會 所作出的任何決定 而去為這些手機營辦商 提供任何的經濟補償 即是說 如果他們要拆除華為的5G設備 他們就一分錢都拿不回來 而且還要額外硬夠錢出來 買過一批新的設備 所以這兩家手機營辦商 當然是千萬個不願意 但是現在既然法國憲法委員會 都批准了這個反華為法的時候 他們也是別無選擇 他們將要在2028年之前 要完全拆除了 那些部署在人口密集地區的華為天線 大約有三千條 當然這對於手機營辦商來說 是會有一個損失 但是站在法國憲法委員會的立場 因為他們要捍衛的是國家安全 這是至高無上的 所以這兩家手機營辦商 唯有自己硬吃 但是這項禁令沒有影響到 華為在法國東部的 斯特拉斯堡那樹設廠的決定 這個工廠也是華為首個在中國以外的5G設備製造工廠 據說這個工廠將會在2023年落成 也會成為華為在歐洲的第一個據點 將會與瑞典的愛納遜和芬蘭的洛基亞作出競爭 我相信法國不會驅趕華為在當地設廠 因為他設廠生產的5G網絡設備 法國自己都不用的時候 他只能夠外銷 對於法國的國家安全 似乎構成不了重大影響 所以法國應該不會阻撓華為設廠 反正他如果外銷出去其他國家的時候 那就將太公釣魚 願者上釣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德國方面的消息 都是跟華為有關的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Political的報導所說 德國政府目前正在準備 高達20億歐元的一項投資計劃 他們打算要補貼當地的小企業進入5G市場 目的就是為了擺脫對華為的依賴 這一項的所謂聯合行動方案 就是由內政部、經濟部、研究部和交通部 共同提出的 將會投資超過3億歐元 在這個發展開放無線接取網絡的技術 投資2億3千萬歐元在這個6G研究中心 投資2億5千萬歐元來擴大當地的5G網絡 最終就是達至擺脫華為這家電訊設備供應商 並且促進當地的通訊產業發展 到底這一項的所謂聯合行動方案 是不是真的會出台呢 其實目前都是停留在一個放風的階段 倡議的階段 就未曾是真正出台的 因為這是美國方面放的一個風聲 如果到最後真的落實的時候 就意味著連德國都在想一些計劃來擺脫華為 同時也會標誌著東德肥婆的影響力逐漸遭削弱 因為在他主政的年代 他就是把對華經貿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出了很多妥協 包括在5G網絡設備方面 德國都說一直開放的市場給華為 如果現在真的搞這個聯合行動方案的時候 當然 麥克爾的影響力就逐漸消退 如果不是這一項基本上就不會搞成 現在麥克爾他就是做到今年年終就應該會卸任 所以到最後這項計劃搞得成都是不奇怪的 法國和德國的情況 基本上也是反映得到 特朗普總統時期所推動的一些路線 是繼續發揮的影響力 尤其是說的是蓬佩奧國務卿主打的淨網計劃 因為他這個淨網計劃其實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叫做結淨網絡 結淨網絡就是要排除華為 現在基本上法國又跟隨 德國又將會跟隨 其實都是在跟著這個淨網計劃 不過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期 而這兩個國家似乎有多少叫做愛理不理 即是當時的美國向歐洲國家施壓的時候 他們就不喜歡聽 喊到他的時候就不值錢 得到特朗普總統卸任以後 沒有人向他們施壓 卻之下他們自己事前想後都發現得到 原來人家當初喊他做的事情可能他們都會接受 沒有人施壓的時候他們就去做了 所以現在法國和德國的反應都可以視之為 是特朗普和蓬佩奧路線的延續 接著我們又看看到底美國方面的反應又如何 自從拜登上台以後 其實就沒有再提出過任何有關於淨網計劃的事情 貌似這項計劃就好像是胎死腹中 但是美國商務部長的提名人 就是拜登的音點那個 就叫做雷蒙多 他在書面答覆共和黨參議員的時候就提到 他認為應該將華為、中興、中芯國際和海康威士等中國企業 繼續留在美國的貿易黑名單上面 雷蒙多的表態其實就是反映著北京的期許就會落空 因為北京經常想著一件事就是 到底當拜登上台以後 會不會將特朗普時期一些貿易黑名單裡面的企業解禁呢 現在似乎就不行了 應該繼續會維持著某一些出口管制 對於華為來說當然是很嚴重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他們所面對的困局 將會至少延伸多一段時間 現在雷蒙多剛剛才表現過 他不會一上台回頭就轉 也看不到他有這個動機 在去年的時候華為已經面臨著晶片方 由於他們很多高端晶片都是靠進口 然後在大陸裝陷 也是導致華為有些所謂的旗艦高端手機 他們賣完這些水之後就會缺貨 這種問題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 當美國不解禁的時候 這件事他們都很難來扭轉得到 另外在5G網絡設備方面 現在又遭到很多國家的抵制 所以其實在大局上 就跟去年暫時未見到一個分別 華為都要面臨著一段時間的困局 所以大陸方面就有很大反應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到 美國上屆政府和一些反華政客 為了維護美國自身科技壟斷和霸權地位 濫用國家力量 不擇手段地打壓華為等中國的高科技企業 這是對美方自己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的否定 也是篤穿了美方所謂公平競爭的虛偽面膜 他敦促美方要停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 大家就會聽得到 汪文斌這番說法 其實就是避重就輕的 他主要就是用了很長的蝙蝠 來責備上一屆的美國政府 盡量不要得失現屆美國政府 他只是說了兩句 只是叫現屆的美國政府 不要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停止對中企的打壓 這種將上屆政府和現屆政府區分起來的說法 某程度上也反映得到 大陸對於現屆政府仍然有一定的期許 都希望他們盡快能夠解禁得到大陸的科技企業 不然他就不需要作出這個區分 直接罵現屆就行了 他就沒有這樣做 但是到底拜登聽得到多少 拜登能夠扭轉得到多少 這個是成疑問的 其實拜登也說得很清楚 他的決策純粹是視乎利益之所在 如果解禁中國的科技企業 是有利益的 他就去做 如果不是的 他哪有動機去做 如果解禁了之後 反而會對於美國的科企受損 他更加不會去做 所以我暫時還沒看到 美國有一個跡象是說會解禁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